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却也不平凡 在持仆当中有他的伟大 因为林家的每一个人 都很用心地去呵护一切 所有值得珍视的东西 在兄弟姐妹 轴离之间的相处 也都非常地和睦 不分你我 同心地为林家来付出 而他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天 其实都有新的微小的变化 在故事当中 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 去发现取细细的品味 小妹 小妹 来 来 来 小妹 南瓜米粉 看起来好好吃哦 对啊 刚刚已经打了高级菜下去了 那是 一起下去 小心哦 小心 要不要帮忙 不用 这次 这是月永师姐家 那你今天怎么会来 月永师姐家的处房做东西 因为想让剧组的师兄师姐 可以吃一顿素食 就因为他们也很辛苦啊 来开心 对不对 还有来我们家嘛 像我们的北京社啊 师傅不是也都是给我们吃得很饱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还有这样子的客家 会聚在一起一起吃饭的吗 有啊 有啊 就是有特别的日子 我们就会全部 因为我们有师家住在这里嘛 美凤也住这里 师姐像这样子啊 就是兄弟姐妹 大家住在一起 然后平常大家一起吃饭 其实这样子的感情 其实在现在的独师社会 其实很少见到 那你会觉得这样的习惯很难得吗 应该是很难得 但是因为我们就习惯了 好像就是 习惯 要怎么讲 应该是很难得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 我们就是这样啊 在外面看到可能很特别啊 对吧 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们家人应该也跟我一样的想法 就是这是很 很平常的事 自己按照的模仿还要干吗 有没有用力啊 做 算圆圆 对不对 哦 算圆圆嘛 煮汤圆 真的当初说要拍电视机 我就觉得很意外 我觉得我们 都很平凡 好像也没什么好多 那制作单位 他们真的也很用心 很认真在写 很认真在拍 最近在我家 我就感觉到说 真的是很用心 正面的影响 我们是 算起来是我们家是真的蛮耳鞋的 我伯伯也蛮会嚼的 把这些耳鞋都嚼得很好 那我嫁过来以后 我觉得他们这一家人真的很善良 我也跟着善良 我以前也没有个善良 就是真的 他们真的 一家很合气 感觉真的 你不知道 我觉得说我嫁过来这边 感觉真的也很好 也不会有什么争执 那着离就像自己的姐妹一样 你相处的很好 出去外面啊 我们去善故 还可以手前手一起善故 有时候人家就问说 她是你的谁 然后说着离啊 怎么会那么好 真的 我们着离就像姐妹一样 感情很好 他们兄弟也很好 就简单就好 不要紧张 应该就是 就上人说的 就简单 心欢念诚 你觉得不伟大就不行 好 好 好 他们自己觉得很平淡啊 其实真正故事 平淡中看出不平淡来 对 他们的兄弟那种感情 从访谈了多少次以后 他们手里之间的感情 你觉得不伟大就不行 一般人住不到 你看这一栋房子 全部都住这边一人一层 他们的公司没有分什么 大家都是拿一样的薪水 从小家赚的钱 通常交给祖父母 统筹处理 你看这样的家庭很少 兄弟一心 互相扶持 互相帮忙 互相补助 很了不起了 真的是很了不起 《杀青》意味的是一部电影 或者是电视剧拍摄完成 当导演在现场喊出 《杀青》这个名词的时候 剧组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大声欢呼 但是啊 《杀青》这一次的《杀青日》 《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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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突然间碰到 好像是附近在施工吧 他们在挖电缆线还是什么 所以《杀青》 最后一天遇到这种大停电 蛮难得的 对 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纯粹是要给所有的演员们印象深刻的 对 所以你会永远记得你这辈子 也跟林郭生导演拍过一档戏 然后下去是在全部停电的情况下下听的 他虽然对你很严格 但是他对你的努力都没有定 你不要急慢慢学 时间久了 自然就没有成绩了 好 我明天再看你别担心 我现在去刷牙睡觉好吗 好 哎 各位 我们撒起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辛苦 辛苦 他们林家有一个很棒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棒的传统 我觉得在现在 不太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迹 平常说他们是大家庭 非常的大家庭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不容易的地方就是 阿台跟阿拔他们是怎么样 我们两个就是怎么样 对 传承 我们这一辈是怎么样 下一辈阿春的他们那一辈 再下一辈 我们的孙子辈 对 完完全全是 这个林家的传承是 一脉相传下来是完全没有变的 这个家庭的朴实 对 跟这个家庭对于生活的嫩性 跟这个 所有的东西都是 都是 感觉都是一家人 无时无刻那个心都连在一起 凝聚在一起 这个太特别了 其实赵燃师姐对这 不管是她自己媳妇或孩子的教育这些 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你知道吗 其他都是用深教 她从来也不会在言语上面 多余的一些唠叨或什么 更不要讲抱怨之类的这些事情 我自己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常常都会想说 为什么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赵燃师姐会做这样子的处理 我觉得这有太多的人生智慧在里头了 那你说她很多的是不偏不倚 然后就是那个中庸之道 然后她一直用一种潜移默化的身教 去影响她身边周遭 不管她的孩子 或者她的媳妇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最棒最棒的美德 我要很感谢德春师兄 因为我的台词特别少 那我觉得 一直一路眼来 虽然说年纪成长了以后会更稳重 但是德春师兄 他就是有一种 他就有一种很稳的气质 那我觉得我大概或多或少 会被这样影响到吧 可能会让人家有更可靠的感觉这样 真的很感恩这一次的机会 可以饰演吴月红师姐 因为这位师姐她是一位很宽怀 很宽容 很自在看待很多事情的人 然后我觉得因为 有点像是跟着她走了她的一生之后 会开始用她的角度去看待很多很多事情 然后我觉得那个对我自己的人生来讲 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然后让我可以比较更稳重的 然后更自在去看待很多事情 你反而不会去比较不会去蜘蛛计较一些小事情 碩事 我真的很感谢有这次的机会 刚起也德光师兄他有问我 他说你演了我的人生这样 然后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跟他说 我最大的感想就是他们家 他们这一整家子 兄弟这样子 你看喔 像我们这一棟啊 这一棟是德光师兄屋 德村的药 对他们一家人 全部都住在这一棟喔 对 这个很不容易啊 因为 我刚也举例 给德光师兄屋听说 我们家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们家的兄弟姐妹 其实都各过各的 就是比较少往来这样 然后我最大的感受是 一家人兄弟姐妹这样 呃成家立业了 还可以这样全部都住在同一棟楼这样 这个让我的观念有点改变 就是 家人要 要想 想尽办法团结 这样 一家才会和乐 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有办法 一起面对 一起解决 德光师兄都说 辣燕珠没有那么凶 一定要演那么凶 可以吗 她说 她说那个燕珠师姐本身 其实没有那么凶 她把她演太凶了 然后她说 你不要演那么凶 不然后 燕珠师姐会怪我 都说我把故事 把她写那么凶 所以可见她们两个人感情是很好的 然后这个互动是非常非常自然流畅 尽管现在倒影 可见她会这么说 就表示说她们平常也在斗嘴 对 就是都已经是五六十岁这个年纪 都还是像 像年轻的时候这样子相处 我觉得很棒 真的很难得 夫妻相处之道也是一部 在这部电影 在这部电视剧里面 可以看到的一些东西 夫妻相处之道 尤其是德光师兄 和燕珠师姐的这一段的故事里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会客室 我们下回见